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提到论文的逻辑要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这个逻辑脉络也可以理解为论文的结构或主体框架 这个主体框架由论文的主要结论和每个结论的主要理由来构成 而论文中大量的证据资料只是为这个框架来服务的 我们也可把文章的主体框架想象为一棵大树 结论是树干 结论的理由是树枝 而证据是树叶 我们如果先有了树干和树枝 整个树就成型了 所以我们写文章的第一要领是先搭框架 框架搭好了思路打通了 可以说一篇文章就完成了90%以上 剩下的工作虽然也可能很耗费时间 但本质上都是一些修饰删改的工作 这些修饰删改的工作往往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 令人愉悦的 因为文章的样貌在这个过程中会越来越好 会给作者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而最初的搭框架是最难的 为了搭好框架 我们首先要先想出有创新性的 有意义的结论 而要为还要为这些结论提供符合逻辑的理由 这些都需要创造性的有深度的思考 有时候甚至需要我们绞尽脑汁 做出痛苦的思考 而一旦灵感出现了 思路拟清了 框架搭成了 这时候我们就像艰苦攀登 终于登上了一座大山 后面的路会越走越顺 我们说要先搭框架 并不是说一定要先搭好框架以后再开始写 而是说在框架搭好之前 要时刻记住搭框架这个重要任务 每次添加写作资料时最好都要想一想它对整体的框架会有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要时刻努力尽快把框架搭起来 有时候虽然我们可能已经记载了大量的数据资料 已经写下了大量的文字 但是如果框架还没有搭好 我们就还处在迷宫里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时候 即使我们已经码了很多的字 但是我们离文章的真正完成还很远 我们写文章时 证据资料甚至表达方式都可以是借鉴别人的 但是框架和观点一定是自己的 框架是最能体现我们原创性的东西 所以先搭好框架是高效写作的第一要领 人们常说读写是一家 我们在写作时要先写框架 同样我们在阅读时也要先读出框架 无论是读课本还是读论文都是这样 读课本的时候 我们一般要先读目录 读标题 针对目录和标题 归纳主题 建立分支 做出框架 一级一级的分析 遭到每级框架的核心概念 读课本的时候 先读出框架 重点记忆框架中的核心概念 可以极大地提高阅读和记忆的效率 教科书是简式性的写法 其逻辑框架 其逻辑框架的重点在于分类和排序 而论文是论证性的写法 其逻辑框架的重点在于因果联系 读论文时我们要先读出框架 再读出逻辑 一般要先读它的研究目标或者结论 其次再看理由 目标 结论 或者其中的关键概念 是逻辑框架中的要素 紧抓住了这些要素 就可以尽快地了解 或者还原作者思路 把握论文的阻止 读要先读框架 写也要先写框架 也就是说阅读时 我们不必从头开始按顺序往下读 写作时我们不必从头开始按顺序往下写 不管是读和写都要先建立框架 建立框架时可以使用思维导图等辅助工具 我们可以把一篇文章当成一幅画 写作时先写框架 就像画画时要先打轮廓构图 阅读时要先读框架 就像我们在看一幅画时 我们一般都会先看整体的构图 再看细节 而不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的看 我们曾经介绍过 有一种主要针对课本的高效率的深度阅读法 叫做SQ32 S代表survey 记忆和复习 读和写相辅相成 我们学会了读也就学会了写 学会了写就能够更高效的读 好 这一篇我就读完了 我觉得这篇真的是特别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 介绍的我们看一下这个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要分享的各位师傅同修 如果没有分享的话我就谈一点我的感受 好 那么他这个 这个他这一篇是说主要是说一个是高效阅读 还有一个是高效写作的第一要领 他就是说阅读的时候就是说也要是先读它的框架 阅读写作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像高效的写作的话 那就要先把框架搭出来 搭出来呢 然后呢再写 他说如果要是框架没有搭出来的话 即使我们写作的时候写了很多的字啊 那实际上就是你框还是一个是像处在一个迷宫当中一样的 就像一个树你的框架没有搭出来 等于就是说你这个树的整体形状还没有形成 如果说你框架搭出来了 那就像一棵树 它基本上大家知道那个树是个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的东西了 已经清晰了 顶多了其他的枝枝叶叶还不清晰 但是整个的这个树它已经成型了 所以说这是框架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框架怎么搭 如何来搭 然后刘教授他在前面其实教我们了 教我们的很多种的方法 就是说前面告诉我们怎么搭框架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刘教授的这些论文当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这个前面那些叫如何搭框架呀 就是说包括我们怎么建立自己的论点观点 所以我觉得那些说让我们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 其实就是让我们融合来搭框架 好那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这一点就是比较受益 还有个非常受益的就是说他说这个读文章的时候呀 其实我以前读书是非常惭愧 我就读了这么多年书 但是我真的是就是说没有有意识的知道该怎么读书 他这里是说了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他说读书的时候啊 他就说这是一定要先读出框架来 就是按照就把他的框架给读出来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哈 他说无论是读课本还是读读论文 读读论文 写作他说读写是一家 我们写作时要先写框架 阅读时也要先读框架 他说无论是这个是课文还是论文 我们看一下他告诉我们 其实他这里是在教我们方法 我觉得教我们怎么读 比如说他说读课本的时候 我们一般要先读目录 然后读目录 然后读标题 然后针对和目录和标题 然后他说归纳除了那肯定是有小分支嘛 一个个的小分支 那我们再是看一下 看里面的这个 这个他里面的小分支啊 就是核心概念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啊 他说的这一点对我们就是说 以后背书 我自己认为特别管用 特别是当我们背一写字 就是说非常内容非常多的一些这东西 比如说像背书啊 背文章啊等等 你比如说他说 其实告诉我们怎么怎么背了 那就是读课文的时候 那我们那就先读出框架 重点记忆框架中的核心概念 他说可以极大的提高阅读和记忆的效应 那我现在我就在想啊 如果像我们要背东西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背一篇 很长很长的一篇文章 或者是背一本书的话 那比如说大家像我们要背能烟金 那我们该怎么背 那是不是就可以按照他所说的这种方法 那我们先把框架给他背出来 因为框架毕竟他框架很少 框架的东西很少对不对 然后框架背出来之后 再想想这每一个框架里面 他都有哪些重要的哪一些 这核心的那些的内容 这样子就能够就先把他的一个整体给他抓住 背诵的时候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按照这样 如果想背一本书的话 那如果背文章也是把一个文章 先把框架给他理出来 先把框架背出来 然后再在这个一个一个小框架当中填东西 这样是不是就是几率就能提高很多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他这里也是了 他这里这一段也是这个教科书也是 他其实是在教我们 我自己觉得他是在教我们 这个怎么样读论文 以及怎么样的看书 就是按照这种他这种方法来看书 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按照他这种方法来看书的话 那给我一本新书 就是我完全不理解的 那我能够很快的抓住他的要点 我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学会里面 我们要开始学习新的就是慈善和非移力组织 就是这个法案 我们想这个法案他有大概有195页吧 还是198页就是190多页 他这么多内容 然后这么多内容 他还是都需要我们要把它给记住的 这些内容都是我们都要熟悉的 因为他这里面都关系 切身的关系到我们协会 用协会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么多的内容 190多页的内容 把它给记住还非常熟悉呢 我想我想也许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 利用刘教授这里讲的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按照他所说的 我们来抓住他的框架 把他的框架先背出来 因为他的框架很少 上次看了一下 然后框架大概有12页 相对来说框架只有12页而已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他框架给他 背下来 大体的框架背下来 我们都知道这整个一个 非营利这个慈善组织 非营利委员会的这个法案 这190多页 他讲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知道了 那剩下的再具体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在一条一条的 往这一个小框架里面 直接在大脑当中 再把它往里面再来填 这样我就觉得就会清晰的很多 那我们以后再具体的背了哪一条 我就知道了 那一条是在那个框架里面的 那里面应该归到那里去 这样子就是等于就是说 把我们的思路给我们很拟清了 那就是我们大了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受用 这一点 也许对我们在 以后在记忆和背诵 我们的协会的法案 会非常有用 也许同时包括对背诵 其他的这些是经典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 有点感悟 不知道 不知道其他老长有没有分享 非常惭愧 非常惭愧 大家还有没有要分析的 时间还挺多的 因为大家其实想一想看 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在就发现了一点 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 学习我们这个论文 刘教授的论文 学习刘教授的论文 我们这一轮我们是第三遍 这一轮是第三遍 其实我发现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 这第三遍的时候 就比前两遍要熟悉好多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感觉到慢慢的 刘教授所讲的那种方法 就是慢慢的框架 我自己有种体悟 就是慢慢的在自己大脑当中 慢慢的在形成 就是感觉到慢慢在形成 当然就是 但是那个具体的细节 还不行 还没有再把每个细节 给它搭到里面去 所以说如果就是说 我后来我现在想 如果说我们在学习 刘教授的这四十多篇的时候 我们就也像所长以前所说的 我们先把每篇 就是每一篇 把它的这个标题 给它背下来 是不是要简单很多 也就是四十几篇嘛 四十几个小标题 那四十几个小标题 其实就是四十几个小框架 那我们每次在写的时候 把内容就往那个小框架里面再填 这样子 我想也许就会轻松好多好多 并且它 我后来还有理解的 其实它前面有好多篇 它其实就是 比如说像阅读文献 如何阅读文献 刘教授 我严先生在前面看了 刘教授其实花了极大的篇幅 就好多好多篇 他专门来讲如何阅读文献 只是他从不同的角度 来告诉我们如何阅读文献 其实后来我严先生在想 我一直想这么做 但是现在没有 但是还没有时间 就是把刘教授专门如何阅读文献 把它这些这篇完全给他集中起来 一起的来学习 因为他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 其实这样子 把它就如何阅读文献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 把它抓住了之后 那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如何构建这个文章的结构啊 如何它的 包括它的找观点啊 找关键词啊等等 基本上我觉得 就这个方法啊 已经就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也是写论文的一个核心 其中的一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核心 我是这么感觉的 但是我非常惭愧 我原先就是目前暂时还没有这个机缘不成熟吧 还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能够touch的 就是能够感觉的 它是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背着每一篇的标题 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真的 因为背着标题之后 然后具体的内容 大家能够想起来 把那个里面的具体的小内容 往里面填 OK 往里面填的话 大家 我在想啊 就是说这 还有大家啊 就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 就这四十多篇刘教授的文章 我们如果把每个标题给他记住了之后 其实就是不是相对于我们在还原了刘教授 他的思想是不是 还原了他关于写论文的思想 其实就等于 对啊 我们因为这四十多篇都是他的 他的演讲 我们把他的小标题给他记住了 也就是然后先把大标题记住 然后在里面填一些小东西 其实等于就是把刘教授关于写论文的 这方面的东西啊 就是嫁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好 那我就是 对对 是的是的 就对 这样我们把那框架给他 这个给他记住了之后了 就是他 对大框架记住了 然后把他在里面往填东西 填他讲的这些细节 那他如何写论文 就在我们心中就能够一目了然 关于但是至于具体的就是他说的逻辑方面呢 因为他没有具体介绍嘛 正好我们现在又在学逻辑 那我们以后对他所理解他讲的这个 如何写论文呢 我们会理解的越来越深刻 逻辑学也可以学 往他的 往刘教授这里面讲的往里面填 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更深入的思考 好 那我就是我自己有点想 不知道所长 方便拿门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 阻挡我们是不是 好 有请所长 谢谢方老师 非常精彩的讲解 以及引领 这篇的的的确确是非常受用 非常实用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是真实的去做起来 对我们学习也好 写论文也好 都有很大的好处 其实前面呢 也是我自己各方面的这些能力吧 威德没有 其实我的开始的这个想法 就是享有这个目的的 为什么我提倡大家背 就是最先开始我说的 背主要的语句这个有点难 但是呢 至少标题可以背下来嘛 标题背下来 其实就能够达到今天 刘教授跟我们说的 你读别人的文献 特别是读课本 读教材 你先读框架 所以这一点呢 我不能说自己有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吧 所以你看我的文档 我每个文档 我总喜欢加标题 就是就是为什么 我就喜欢先去抓他的大纲 我不喜欢一下就 我以为可能是我的记忆 记忆力不好 我记不住这么多 所以我就喜欢先看大纲 我就总想把它要标题 就像那个 咖啡多老师 整理很多上师的那个文档 你自己加了标题 但是你没显现 所以一到我手上 我马上要把标题给显出来 我就喜欢把标题给显出来 然后呢 我就要看 哦 会有什么 有什么 要不然的话 我就记不住 而且呢 我就发现这几次分享 咖啡多老师那个文档 你的标题那方面 好像掌握那个功能 运用的很好 反正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总之就是分享这一点呢 也是接着刚才方老师提议 以及方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就是我们去 不管是写文章也好 还是读别人的文献也好 读书也好 那么先去看一个大概的这个轮廓 抓住它的主要的东西 这个对我们来说 可能也确实适合于我们就是 就是我自己吧 因为就只有这点容量 你要一下让我记住这么多 我记不住 我到时候我看了前面 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所以说呢 就先看一下这个目录 看一下标题 哦 它大概在讲什么 像刘教授这个我为什么提议被标题呢 就像刚才方老师讲到 你已经发现了 就说它很多篇讲文献中数 但是呢它没有连着讲 它有的时候啪啪啪几篇是文献中数 然后中间是别的 然后后面又来了几篇 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也要去琢磨它 它前面讲的文献中数和后面的文献中数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呢就说它是从哪个角度是什么目的 为什么讲到这个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的所有的讲座的标题都能够全部背下来 而且如果是很熟了之后 实际上就等于刘教授整个他这个论文讲座 它的大框架在我们的头脑里就慢慢比较熟悉了 就好比就像刘教授他做的比喻一棵大树 或者说它的整幅画 他或者我们就又说树吧 那这个树它的树干是什么 它主要的树枝是什么 像我们以前说烦恼大树 上市给我们理的烦恼大树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这棵烦恼大树的根就是这个无名于是邪剑 它的干就是贪 然后长出来就是曼那撑那这些主干 然后再分再是那些随反了 我们就很清晰对吧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自己一个一个的挨着去去记 你就还搞不清楚这个关系是什么 你如果说你先一记这个框架 A1说你马上你就它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 像A1看到说那个诸苦竟从贪语起 我们想啊是啊你看那个树根上面那个树干整个一个干都是贪 那那些长出来的哈 像他又很形象又很容易记忆 那么刘教授的这个讲座的话 他也是他现在呢这样平铺直去的40多讲 那你说我们这个脑子哈就是我这个脑子吧 我就记不住 呃他前面讲了什么后面讲了什么 好现在呢大概知道啊他前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 来跟我们讲这个研究目标的确定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前沿部分的话 那其实他的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确立研究目标 那么当然他开场的话 他是从大的讲起 他一跟我们说哎文章就要有三段式哈 一来就是一个三段式的这个论文 那么他讲三段式的论文也是为了引出他后面 当然也是一个大体的框架 他后面紧接着就引出他这个目标应该怎么确认 后面好多讲都是围绕着这个来讲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记住了 实际上就很多东西啊 不就是就自明了 就像上次他也说的 读书破万卷的话你就奇异自明 那么这种的话我们不要说读书 那你这个标题在我们脑子里面 就是他的整体的框架过了几遍之后 那是不是他的那个相貌哈 至少他这个长得什么样 他的个子的高矮哈 我们就知道了 要不然一开始连这个形象都没有 嗯好 我就说了一些比较多哈 那么具体下面大家是不是也快要学完了哈 这一轮还有几讲啊 没有几讲了现在是是是已经是三十七哈 今天三十七还有还有一个星期哈 一个星期左右 那么下一次下一次的话大家呃上一次正师傅的意思呢是想找这个呃具体的这些实力哈论文来讲呃来结合起来讲那这个当然是最好的呃下一次的这些实力哈论文来讲呃来结合起来讲 这一次呢我自己根据大家现在的情况哈哈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也是还是随各位主讲人你们自己根据你们的情况来把握 那么像郑师傅可以找到呃具体的实力来讲解那当然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非常受益 而如果说其他的呃呃法师老师你们因为很多事情哈也没有这么多功夫的话 那么你就是背诵哈你就你就你就把你们认为重要的啊 呃就是除了标题之外你们认为重要的句子里出来一点点呃呃可不可以这么来做我想然后我们最后呃呃就 就我来汇总把你们每天比如说今天方老师你讲你这一讲那么这一讲你认为非常重要的句子你把它找出来 啊然后呃呃你们自己汇总也可以然后交给我汇总也可以反正就是我呢就把你们整整整个的因为每一位为主讲人 讲的这样的话呃好了找例子背诵大家愿意背诵了吗因为现在背诵的任务太太多了呃英语呃中文哈然后呃呃有的有的童修士在几个群里都在背诵哈呃就是就是 像我知道方老師現在也是真的無盡的讚嘆 也是英語、邏輯學、論文、張誠什麼都納下 還有想進行評是吧 真的是太棒了 無盡的慚愧 無盡的隨時讚嘆 我慚慚我自己 好 下一輪至少先把框架背出來 好啊 好看了大家現在這一段音源比較成熟了 好 那麼我們下一輪就這麼做了 那就先把那個大概的就標題 以及你們認為的重要的 一句話或者幾句話都行 我們都來練一練 那麼如果說這個具體的推進的話 我們每天學的話怎麼個學法 或者是大家再想一想吧 今天時間到了 再想一想我們下個星期 差不多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再討論一下這個具體 下一輪的具體的學法 好嗎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好的idea 好的 建議 我們集思廣益 好 謝謝 好的 謝謝 好的 好的 大家還有什麼好的想法 好 那鄭師傅他也說要么就是說 至少先把框架給他對送出來 那好了也好 就是說如果鄭師傅就是說你想找 如果能找你大家如果就是說能找到例子 或者有這個經歷的話 那當然針對每天找個例子使你來說明 這樣是最最受益的 因為如果我們每一篇能找到實力來說明 我們不想背他也把他給背住了 不想記也把他給擠住了 是吧 那當然這樣是最完美的 好 那如果你找不到那個例子 那我們就先把理論給他掌握住 給他記住 這也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感恩所掌 嗯 好 那我們 那我們就是 對於有實力就好 好 那我們佛法的論文 那我非常慚愧 這方面我覺得看所掌的意思和大家的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已經到52了 好非常的感恩大家給大家學習 我覺得真的是覺得特別特別受益 真正是越到後來就是 就是學的第三能吧 越到後面後來啊 就覺得哎呦真是 開始的時候吧 覺得 嗯 就是越到後來感受越殊勝 也非常非常感恩鄭師傅 這個邏輯學 恩是我們的這個邏輯學 還有所掌的隱形 我覺得邏輯學真的是太太重要了 因為學了邏輯學之後 我發現對我們就是理解劉教授 他的這個有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你叫這個劉教授這個寫的論文 因為他裡面講到了很多關於邏輯方面的這些字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就配套學習 真的是好說聲好說聲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公眾所長 公眾各位大的師父同秀 我們明天中午再見 好 我們今天下午就能再見了 OK 好 那我就放慢了 好 好 我是 感谢观看